夫妻之间做过这几件恶心事的才会是真爱 人们常说不敢在另一半面前打个放屁的都不是真爱 其实这句话也有道理 因为爱,所以我们才能视无忌惮地在对方面前展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刚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总想在对方面前展示自己最优秀的一面 就像每次约会前都要洗头,化个精致的妆,穿得一身得体的衣服 甚至每次接吻之前都要先嚼了一口香糖 而结婚后,同住一个屋檐下的两个人变得越来越熟悉 对方的一举一动你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彼此开始变得肆无忌惮,原形毕露 自己最真实的样子也展露无遗 特别是个人隐私方面都变得不再避讳 从恋爱时的羞涩到婚后的肆无忌惮 这是每一对夫妻都会经历的过程 一,在另一半面前肆无忌惮地打个放屁 说来也古怪,在刚谈爱情的时分 遇到自己喜爱的人 大多数的都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对方 就连吃饭打嗝也要去另一边打嗝 甭说放屁了,害羞的要找借口去卫生间 就是为了避免尴尬 而在结婚之后,夫妻之间再也没有以往的拘束 乃至变得是无忌惮了 放屁还要做一下 有时放一个屁,接着放一个屁 向对方夸要自己屁有多响亮 乃至,有的还要把刚刚放的屁 悄悄地捂在手中屁 给对方说,我手中有好东西 你过来看看 这样的操作不是真爱,是做不出来的 二,睡醒以后来个晨安稳 两边都还没有刷牙的情况下 五,你还没有刷牙,不要亲我 你还嫌弃我,我就亲 三,上厕所不关门 着已成了习惯 因为看了就看了,有什么所谓吗 卫生间没有纸了,给我拿点纸过来 再看另一半擦屁股 完全没有任何忌惮 四,老公吃老婆剩下的饭菜 女人一般胃口抵不过男人 因此常常把自己的剩饭剩菜 留给老公吃 甚至对不喜欢的菜咬上一口 就会很自然地丢到老公碗里 而老公没有丝毫嫌弃 开心地吃起来 婚姻之前和婚姻之后的差别那么大 可能你觉得有点厌恶 可是这是爱的另一种方法 有人说这样的夫妻才是真爱 看起来很辣眼睛 可是不用伪装自己才是最好相处的方法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